1989年六四事件 我想對很多香港參與政治的人 甚至乎是普通的市民 都有很大的衝擊 可能給普通市民有一種移民潮的感覺 為你來說 當時你有什麼感覺 對我來說對從政方面的影響不大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做了一段期間 但是89民運 我想是改變了我自己對中國的 特別是中國中央政府的一些意見和觀點 因為在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 當時我自己是全力支持主權回歸的 我覺得香港是要脫離殖民地的管治 我們支持的回歸這個祖國 是一個必然應該的路向 但是當然我們是支持民主回歸 回歸是和全軍結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不是一個又是一個半殖民地 其實香港當然是共產黨的殖民地 1997年之前 1997年之前 我們是港英國的殖民地 那時候我們是二等公民 其實1997年之後 香港人仍然都是二等公民 如果當時來講 如果真的覺得支持 認為香港應該回歸祖國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很冒險 因為當時封閉得很重要 對大陸所有行政和政治的事情 但是當時你有一個良好的主觀願望 希望透過香港的主權回歸 可以利用香港的優勢 和香港的資訊發達 和香港的民主意識較高 可以帶動內地的不斷政治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改變 所以當時覺得 有一個似乎很強的歷史使命感 作為我們都當是幸福的一代 例如我自己覺得 我在加拿大這麼多年 很幸福 讀了這麼多年書 有機會都出過外國 當然回來有少少的 不要說貢獻 有少少的參與 可以幫香港和幫助中國在這方面的改變 是有一種名謠感 不覺得自己是甚麼英雄 不覺得自己是甚麼大犧牲 但覺得有機會參與這個運動 覺得是一種很幸運 是一種很幸運 你是民主黨的創黨會員 我不但是民主黨的創黨黨員 民力協當年我有份創立 和鳳京姬他們一齊 港同盟也是 但當港同盟和會點結合成民主黨的時候 我是強烈反對的 我是強烈反對的 我是會帶得投反對票的 很諷刺的是 我是反對民主黨創立的創黨黨員 當時的比例 支持反對 大比數 起碼是7.3 7.3 8.2 但你都選擇民主黨 是 當時我是反對的 我覺得 都給了機會 當時我批評說 沒有幸福的 港同盟和會點結合 是沒有幸福的 哪一年到來 在人生的行動 協力當民主黨 其實在1999年 當民主黨反對最低工資的時候 1999年民主黨去會大 就不應該把最低工資 擺入2005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政綱 是被否決 那時九十幾票 至一百二十幾票 被否決的時候 我在會大 我會強烈批評主流派 在發展路向上 我不滿意 都有我自己的看法 但未至到要割席 直至到最低工資的表權 當時我不相信民主黨 會反對最低工資立法 你怎麽可以一個民主派政黨 會反對最低工資立法 其實一向路向是比較偏偽之間 這個保守黨 共和黨都支持最低工資 全世界有誰 有少少民主取向 共產黨都最低工資 你怎麽會想到民主黨 會反對最低工資立法 我簡直想都不會想到 當時有端毅 我真的不明白他們 他們說立法會令到更低層的人 找不到光 現時好像自由黨 自由黨的說法 一模一樣 我自己是完全 所以當時我是諷刺他們 我說民主黨很多人的基層出身 但最後他們背叛自己出身的階層 其實他們民主黨和會點 一起結合 跟著你們投票的時候 其實是否你當時已經看得出 會點是有些問題 由此我不接受會點 不是我再做會點 當時我們成立民協的時候 會點已經成立 太平山學會已經成立 為什麽我們要成立民協呢 我們希望成立一個中間偏左的政治組織 即是基層取向 和社會運動方面 是較為一個極準的組織 所以在80年代 在這麽多個政治組織 民協是較為一個基層取向 當時劉千聖有份 但第一屆的主席 當時是陳立僑 陳立僑是當時基督教官議會議會的主席 所以民協的成立 就是代表香港所謂一個中間偏左 基層取向的政治的一個結合 有沒有一些民主黨的黨員 你現在不是一個人 你覺得裡面都很感激的 或者是很驚訝的 Martin 那麼多年代 我當時最低工資 就是那個 表現民主黨路線上的分歧之後 當時我已經說 Martin一天做主席 我不會去民主黨 但Martin 一完成他的主席 我就會退黨 我是等到他 如果三家任期了 他那一天 下台不做主席 我就退出民主黨 那之後就出來了 就沒有懲罰死民 沒有那麼快 其實我們退黨那段期間 已經跟當時的所謂小黨派 包括陶君恆 陳國良 黃族齊 那一班 我們當時是草議了一個 社會民主黨的綱領 其實當時我們已經想到 脫離民主黨 成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 當時想了幾個名字 但是其後 有些人又不是在那段期間 很想參與 一旦擺了幾年 直至到 抑文封咪之後 再引起重新組織 這個觀念 因為其後組織社民營 社民營是幾年開始 社民營在寧國 其實近幾年 尤其是今年 遲不遲聽到 譬如說 好像你說 某些黨友的關係 都很想人家去查 或者有戒愛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 我一定會說我的立場 和我意見 我不會說像華叔那樣 以於怕得失的人而不表態 華叔在民主黨很多年 在廣東很多年 即是很多事情 即是上最低工資 最憎恨的 那個劇力的期間 他不表態 但是我做了很多年 組織 誰組織 由民協也好 廣東民民主黨也好 社民營也好 有問題 我一定表示我的意見 你表示意見 就得罪了很多人 還有行政上 我過去的要求很高 即是我和一些社民營 一些所謂中央人的關係 惡化 主要我覺得有些職員 不僅僅要解僱 你有沒有做過 我沒有權 我不是那個 我不是秘書處 我不是那個感覺 我覺得這樣不行 譬如很簡單 我多次 我由創黨 我跟他們說了很多次 我説你社民營的組織 不可以辦事處 那些人喜歡十點就十點 喜歡十二點就十二點 你的辦事處 有個固定的上班時間 那些職員 譬如你的辦事處 開工是十點到六點 你十點到六點 一定有人在 我不管你先前那晚 發佛做通宵 你職員要輪監 有個行政系統去管理 但是七個共聯 我提到很多意見 而提到意見 那時候得罪很多人 說你要揮空捐款 這個絕對是荒謬絕倫 整件事他們就說 我有些錢沒有給 我試過給他們 我當時已經把入銀行那張 的入票 fax了給社民營 我的職員都打電話 給社民營說收到 你六個月後 告訴我 真的沒有收到那些錢 幸好我的職員 做事的指示 就留下了我的單據 其實是否再給他們看 我六個月前 已經給了你們 你說你沒有收過我的錢 其實什麼錢 入了戶口 入了 入了 他自己的內部行政紀錄 就不見了我的收帖 就說我沒有給過錢 如果我沒有給過錢 你應不應該問我才公開這些資料 沒有問過我 六個月沒有問過我 然後就在內部傳來傳去 這個傳那個 那個傳那個 傳到ABCDE那個 E那個都不知道A那個是誰 就出來亂說 那是否現在黨內 其實你已經有很清晰的證據 告訴別人 當日已經澄清了 然後他們都繼續幫 他們放了我上網 他們可能內部的人 談了一段期間 然後有幾個人傳來傳去 又沒有問我 又沒有查清楚 其實是很不負責任 其實我告他誹謗我會贏 但是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民主派人士 你作為一個爭取民主人權的人士 你可以這麼漠視每個人的權利嗎 你指責一個人 你不會問他 不問清楚他就指責人 你說什麼民主人權 不過那時候很清楚他們的重點 因為當時大家看回 就是社民營那時候是重組 我是建議五十歲以上的 有些不好做行為的 有一部分人是很反對我這個意見的 那就是辣著 辣著就借勢了 其實是 我又覺得很病 我看到這樣的態度 成立社民營是搞抗爭 爭取這個基層市民權利 你這班人可以因為一些人的問題 或者因為我要炒謀的職業之間 一些人事關係 可以這樣破壞組織